拉不住 谢谢 谢谢 靠钢官你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爱好 爱好 纯爱好 纯爱好 你愿不愿意以此为职业 不愿意 不愿意 为什么呢 主要不是科班出生 我要是科班出生 这个还有科班出生啊 那不是有从小到大都是练舞的苗子吗 我要是从小到大都是练舞的 我就跳钢王舞为生了 来 老张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很外向 也是很大条的 这个是今后你在工作当中要注意的 他的特点 比较喜欢独立自我的一个工作 还有呢 为人服务的 创新性得分也可以 稳定很低是 稳定很低 他这个人也是好动的 不是稳定性低 就是说一些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不太喜欢 谢谢张老师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已经做的两份工作 实际上都是跟销售相关的 对 没有问你的业绩 尤其是第二份工作 教育行业课程顾问 说一下你的业绩情况好不好 我刚进去一二月份 我就做了公司的销售冠军 然后两个月 那时候是最淡季的时候 我产出了将近有55万的业绩 是排在公司第一的 你的55万是月销售业绩吗 个人 对对对 在7分里 有55万销售业绩是很高的了 那你是那个 是维持了几个月的第一呢 或者前三呢 这个 看看你是碰巧的 重点来了 就是不好 接下来就有惨淡的 接连的三个月 很打击的 就是很惨淡 为什么惨淡 是季节性的 不是季节性 我分析了一下 就跟我个人的 那个情绪的控制能力 有关系 就我一二月份 爆发出来的一种感觉 是因为 我好像那个就是 你的状态特别好 会让你身边的人都感染到 那个状态特别好 但接下来 你不能靠状态吃饭 你这个说的完全错 就是你的状态好 就是要影响别人 但是实际上 是你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住 在我们销售管理中 像你这样的非常多 就是一上来 表现特别好 每两天你被打击了 一下就挫下去 所以你今天上谈 就是说 你想成为一个管理者 想掌控全局 一个不能控制好 自己情绪的人 是没有大的成就的 其实他评价的 比较中肯 我做销售这一块 确实是不太稳定的 觉得应该让自己 沉下心来 更好好的去学习一下 这块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嗨哟 好好的 谢谢大家